為進一步監測中國疫情流行的狀況 疾管署11月26號於是上週日開始 在我們四個由中港澳直接航線的機場 就是台北、台中、桃園、台南展開了鼓勵採檢措施 針對中港澳入境有類流感症狀的旅客 提供定點監測跟資源採檢的服務 到前四天的結果下也是有38位的旅客 年齡層事實上是從小朋友到老人都有接受我們的採檢 在這38位當中21位已經檢驗陽性 主要是有感染六成 另外在病毒、腺病毒、新冠病毒 也都有零行的檢驗狀況 目前是沒有檢出有肺炎梅漿菌或者是其他的病毒體 所以跟我們所觀察到中國疫情所提供的這些相關的資料的病原體 算是一致 是這個屬於一支的病原體的流行 沒有看到有未知或者是不尋常的狀況 那我們會持續在做一段時間來看整個疫情的變化 那也很感謝38位旅客願意接受我們的採檢